好 讓大家看蘋果不填了 現在很臉綠 AI戰 大家說他大掉隊 所以我們大家說 有人說巴菲特 可能要開始賣蘋果股票了 最近一大堆利空 Vision Pro在退貨 歐盟因為他的音樂串流 說他壟斷 罰他六百多億臺幣 在中國也賣不好 掉到老四 然後他的AI根本就沒進展 到底怎麼辦 這個蘋果 趕快問問民漢 好 我們先講一下近期的利空 Vision Pro這個退貨潮 市場看起來壓力很大 但我們要給大家一個概念 就是Apple裡面 他的主要的營收六成來自於iPhone 所以iPhone如果上去 你都其他不用管 這個退位沒關係 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iPhone下 那就壓力就很大 下來了 對 罰個六百多億 其實對他真的壓力不大 但是中國衰退 應該要告訴他 中國是一個市場衰退 不代表整個市場衰退 但是我們從細節看到 我個人覺得是有點嚴重 那要先給大家一個概念 就是說今年整體手機 經過兩年的衰退 今年轉為正增長不大 大概增長三到五個percent 但是告訴大家是持續好轉的 所以如果你可以看到說 今年以來六個禮拜 最初六個禮拜 中國銷售的一個狀況 今年是衰退七個percent 看起來不太好 那你看一下前兩年都衰退兩成 所以還好 整個架構就符合剛剛提到的 今年手機市場是慢慢好轉 這個是個概念 但是蘋果自己的部分 之前都是正增長 但今年反而是大幅衰退 對 所以要告訴大家 這個不是產業的問題 是自己的問題 蘋果的問題 那會導致什麼現象 就是這個市占率的不同 這上面是這個 所謂蘋果的市占率 下方是華為 給大家概念 之前來講都是華為 相對是比較領先 而且比較重要的關鍵點 也是在一九哥二零年 當時剛好這個美國封殺華為 所以愛國情操的關係 他這個市占率暴增 但是這個他們的身體還是誠實 事後發現還是蘋果比較好 就開始回去買蘋果 對蘋果一直比較高 一直到去年底 其實蘋果就老實講 他們去年底的手機 大概衰退 個位數的比例 其實就看到跡象了 那但是當時還是比華為強勢 但是今年年初的六週 很明顯就逆轉 我們常常講到 應該這樣講 就是華為對蘋果黃金交叉 還是說蘋果對華為死亡交叉 簡單來講就是 就像華為的王子復仇記 對 應該說蘋果 還有一個蘋果的問題 因為大家這次應該這樣 開始衰退 重點就在iPhone十五 因為說這次對持有者比較有感 可能只有Type-C頭 其他幾乎都一樣 所以相對來講 沒什麼無感 自然相對來講 銷售就受到影響 剛才提到一個重點 其實他們在去年底 就發現衰退的開始 所以他們就不斷的想策略 那這塊來講 當然大家知道手機 今年兩大成長動能 一個是折疊 另外一個就是AI 他都沒有 對 他都沒有 那折疊呢 他後來訊息傳輸 轉時間iPhone折疊機 是不可能 可能會從iPad 可是我個人覺得 以他們那種龜毛的個性 iPad都不可能那麼快出來 需要一點時間 那目前的角度 只好切向AI 可是AI他又是 目前優勢很慢 對相對比較落後 所以是不是全世界最慢 應該這樣講 美國七大巨頭 他一定是最慢的 大家一定認同 所以剛才提到 巴菲特終於出手了 之前他一直講 他的特色就是 他只買不賣 但是他這個去年 第一世紀開始賣股票 但他沒有講實際的原因 但是可以想像到 要嘛就是講iPhone 沒有持續振作 第二個就是AI 我覺得AI 巴菲特要買的 這種大型成長股 所以他認為蘋果可能已經 不是那樣的成長股 對 所以相對來講 我們就回到AI身上 那當然第一個動作來講 庫克就提到 他在這個深層式AI 會有這個開闢新天地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呢 這個做了十年的這個電動車 計畫直接停了 那他是說我是沒有白做了 之前研發很多這個深層AI的東西 可以直接移轉到AI 包含人員都直接轉過去 那簡單來講 就是他們認 他們發現他們之前落後的狀況 他必須要急起直追 那後續來講 要跟大家提到 Apple法人預估 他一年會花十億美金 在做這個所謂的未來AI的研發 那目前的角度 他以有一個所謂 他們自己的類似Siri 但層次比較高的這種深層式AI 他們自己內部都叫他這個Apple GPT Apple的GPT 對 那市場都預期說 應該就在所謂的iOS Spa 就是今年六月 WWDC應該會亮相 是 那就一翻兩瞪眼 看你的Apple GPT有多厲害 所以我們這樣講說 未來他股價來講 一定是以AI掛帥 尤其是我們剛剛 大家都知道 蘋果本來是這個所謂的市值網 那因為AI的強勢 大家看到揮達今年以來的股價 才短短的兩個月漲了七成 蘋果在哪裡 蘋果在這裡 衰退十一個% 人家這樣 對 他那樣 他王座做了很久 被人家串身之外 重點現在把人講到 揮達很有可能 超越他 會超越他 所以他壓力來講 一定會大幅增加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一個重點 他六月才有成品出現 所以短時間來講 六月前他就被超越了 股價可能會相對弱勢 我覺得這是很大的壓力 當然大家就提到 那這樣蘋果弱勢 對臺股壓力會不會很大 我個人覺得 其實沒有想像中的嚴重 因為最近他股價下跌 臺股是在創高的 那這個從細節可以看得出差異 因為我們從蘋果概念股 最重要的這個一檔個股 一定是這個臺積電 我們從臺積電的 這個客戶的營收貢獻 要給大家看到 這是去年的狀況 這條是零軸 下方的是衰退 上方是成長 去年因為這樣的一個結構導致 臺積電是衰退 可以發現法人預估 他今年的客戶全面都是成長 沒有太大的問題 這個藍色最大塊本來就是皮膚 他雖然說還是穩定 並沒有持續大幅增加 有一個比較大的重點 看到這塊橘色最大塊 橘色的 就是揮大 他去年很好 以前根本沒有揮大 他是從2023年才開始 突然長出來 對 那其他的部分 還包含了這個AMDR 高通 還有這個聯巴科 這四家公司 全部都是衰退表示成長 所以哪怕說這塊藍色 竟然稍微弱一點